明朝初年,曾涌现出三十余未杰出的国家工程 他们为建立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 然而,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其中大多数工程最终因涉嫌鞠躬自傲,傲慢跋扈 甚至受到谋反罪名的指控,被朱元璋下令处以集刑 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固和容易掌控 朱元璋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手段对待这些曾经的工程 更令人痛心的是,他们出家之后还策划了于谦 原重换,蓝玉和胡为庸等四大冤案 这些事件令人痛心不已 那么,朱元璋为他对待胡为庸及其九族如此决绝 甚至卷入三万多人的悲剧呢?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和研究者 究竟是否存在不公之处呢?